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和丽总去喝他孙子的满月酒 人家抱孙子我去干什么 要让人家知道 我有一个一辈子都不想结婚的儿子 还是让人家笑话我们丽家断子绝孙 你不过就是想要一个新丽的孙子 一个历史未来的继承人 我可以给你 想跟我斗 你还差得远呢 你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负责任 是的 我还真是天真 以为你两次都拒绝我的支票 还真以为你兑钱不在乎 原来是想放长线调大 小夕 这个女人居然生下你的孩子 瞒得这么近 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因为私生死在法院打官司 还有明星女友陪着 她也真够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出现 很容易让大家误会我 就是外面传说中的那种花花公子 如果有一天 当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变笨 那这个人很快就会从我身边消失 本庭宣布 即日起 吴彤彤的抚养权 判归力重谋所有 妈妈也要去魔法学院上学了 让爸爸陪着彤彤好不好啊 我今天晚上是迫不得已 才让你去见彤彤 我是为了孩子 你不要多想以为有转机 我现在可以老实地告诉你 死了这条心动 彤彤不能没有我的 我们一直都是相依为命 你不能就这样把我拆散了 这是立总的一点心意 昨天那么晚了 还麻烦您过来看孩子 这是昨天买上的一点劳费 彤彤他是我的儿子 我怎么可能要钱啊 拿走 彤彤的照片 多次上过杂志的封面 全城人都知道 他是我立主谋的儿子 想要绑架他 勒索钱财 不是不敢 不会的 你告诉我不会的 对手了 走 走 你看昨天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 那个画面啊 特别浪漫 温馨 帮我打电话到公司 跟他们说 你主动取消 这半年内 所有周末休息时间 吴小姐向法院发起诉讼 要争取彤彤的探视权 法院传票也到了 调解书礼拜一 我会送到法院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彤彤能够开心 他同意先自了 你是不是不习惯 这种失败的感觉 你以后会慢慢习惯 不单是你的儿子 还有你所爱的一切 我都会一件一件 从你手里抢走 想要我的东西 也要先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识 我明天要见个客户 然后晚上有个酒会 有没有兴趣陪我去 看见我前段时间 为你争取探视权 就帮我个忙吧 吴小姐今天怎么会来 吴小姐 是我今天晚上 正式邀请的女伴 依我看 我同意并不像一个坏东 从我第一次在医院看到她 我根本想不起来她是谁 为什么她怀孕的时候不来找 为什么忙了五年才突然出现 我最近跟童童玩得非常开心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童童就再也不会吵着要见妈妈了 谢谢 不过也许 要是再多一个小朋友 陪童童一起玩的话 童童岂不是会更开心吗 我绝不允许因为你伤害到了我儿子的心里 和我立中谋的名誉 你就那么急着跟那个男人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还要继续跟那个男的纠缠不清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再也见不到通图 你说什么 你母亲果真来了 但是看样子 今天晚上 丽女士 你恐怕也会失望了吧 我父亲应该不会过来了 不过没关系 你们可以慢慢的等 跟你的人生一样 一辈子都在等 我为什么会跟向俊闹翻 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 还有 你今天出席这个应酬 是为了我还是另一个人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这周日 我会去童童的学校参加亲子日 那 我要和你一起去吗 学校不是要求父母共同出席吗 你怎么 你今天有点 不太对劲 你最近好像 会笑 这十个投资计划拿回去看 三天之内交一个报告 三天 一万次 你不是一直想进军国际影台吗 这个角色你也终于很久 这样放弃不觉得可惜吗 也许这些麻烦 跟一个人睡一晚 就都会解决 不过对于我张曼迪来说 今时今日 最重要的人 是你 张曼迪小姐订婚这个消息 的确是小巴不放桌仰 但是 是张曼迪小姐 自己让记者 故意造成这个误会的 我呢 从几个圈的朋友那儿 得到一个消息 说 根本没有钱规则这个事 是张曼迪小姐 拿钱给公司 让公司制造了这桩出门 你带我来这里 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吗 我们分手 我不喜欢女人片 尤其是自作聪明的女人 我是历主萌 我是向迅 童童跟梧桐 在厨房里煮东西给我吃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你带男人回家 还让我儿子留下来看吗 你对他这样穷追不舍 不就是因为我跟他之间 有什么瓜葛 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离他远一点 我才是他单朋友 应该是我说 请你离他远一点 你喜欢小军吗 你爱他吗 你告诉我你爱我吗 我好不容易逼迫我自己忘掉你 你为什么突然又要出现 说这些话 为什么 相军 李楚宝 你个卑鄙小人 你给我出来 你害死我妈还不够吗 你处说和我的家事都对 你活在这辈子是死成死 相军 你说什么 你还想星星啊 这辈子都别妄想 不管你再怎么成功 你也只是一个野女人 在外面生的野种 无名无犯的死成死 别拿你姓相在我面前炫耀 我不稀罕 你打算拿相豪帝都走 乐家的连锁酒店开了不少 你的意思是 把相豪帝都都变成 乐家快捷连锁酒店 相豪帝都虽然曾经是个名牌酒店 他已经逐渐被市场淘汰 是时候该换个新面貌登场 那相老爷子受得了吗 相豪帝起家的结业被人斩了 这等于占了他的头 要了他的命呢 你这么地下相豪 要不相豪赶尽杀绝 不怕我将来以其人之道 完治其人之身 你那天明明讲 要给相豪一条生路 现在相豪正在危急的关头 你却把收购的消息对外公布 我问你 你这是在给他一条生路吗 周伯 你不能这样做 我不敢怎么说 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不要真的逼死他 放开一条生命 我知道 在你心里 你很在意这份感情 毕竟你们是血脉相连的 血脉相连是什么意思 他心里只有那个人 那个人才是他正统的儿子 二十多年了 我一直不敢面对你们